今年是青子天下品牌创生的第15年 也是我们跨入儿童出版的第18年 从2005年第一套我们自制的字的童话系列重书开始 我们就订定了公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编辑方针 我们希望每年的出版品项有50%以上 是来自台湾本地的作者和作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青子天下从创立以来 就不间断地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试图要把创作者带到孩子的面前 因为我们近眼看见 每一个孩子听到创作者们分享从无到有的创作历程 仿佛眼前看到的就是一个文字跟图像的魔术师 总能够诱发孩子们他们惊奇专注的眼神 然后他们对于创作的好奇跟想象 是激发每一个小读者们持续阅读最大的动力 也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